公元1722年 掌控大清王朝61年之久的康熙皇帝 在北京西郊畅春元驾崩 康熙驾崩后 皇四子印针登上皇位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 可是雍正继位给历史留下了种种谜团 成为清宫谜案之一 有关他谋害父亲 更改遗诏 篡夺皇位等说法 一直在民间流传 面对质疑和流言 雍正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 给出了解释回应 那么雍正书中所说 是否符合历史真相 又有哪些存世的证据 能够解开雍正继位的谜团 这位清代最有争议 也最为勤政的皇帝 到底是不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铁万雍正 第一集 继位 义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大家都知道 清朝中叶有个康乾盛世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 康熙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任务 实行人政 与民休息 人口恢复到七千万 国家开始逐步强盛起来 到乾隆在位晚期 中国人口达到了将近三亿 在古代生产技术条件下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然而谈到康乾盛世 却有一个皇帝 总是被忽略了 那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只有13年 他在位期间力排众议 大刀阔斧的改革 反贪除弊 各方面都实行新政 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雍正也是清代争议 非常大的一个皇帝 在他的身上笼罩着很多阴影 争处 苛政 暴毙 只要一想到雍正皇帝 总是负面评价居多 那么雍正皇帝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帝王 从今天开始 我将为您讲述雍正皇帝 实施的新政和传奇人生 也总结他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 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障 给雍正一个公正的评价 康熙皇帝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为61年 康熙统治期 是一个盛世的开创时期 但是到了他的晚年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国库空虚 国力远不如从前 康熙自己都指出来了 直立各省钱粮 亏空甚多 辅躺亏处 日不暇挤 辅躺亏处 日不暇挤 什么意思呢 政府没有钱 每天基本的开支都拿不出来 户部国库里只有800万两银子 康熙晚年 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消极政策 对于贪污和亏空 一般不予追究 导致亏空流行乘风 国库空虚 不然令康熙担忧 但真正令他头疼的 是继承人问题 在清代的皇帝之中 康熙的子女最多 活到成年的儿子 有二十多个 康熙的儿子不但多 而且大部分都很能干 各种人才都有 康熙早年立太子失败 晚年两次废太子 此后其他的皇子们 争斗很激烈 都希望康熙早点做出选择 康熙却一直不愿意 再指定继承人 导致宫廷斗争十分残酷 大臣们的派系 彭党之争也屡禁不止 整个政局都很不稳定 到底选谁做继承人呢 康熙一直不愿意明确表态 皇子们也一直猜来猜去 然而到康熙临终时 却出来一个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清康熙六十一年度 康熙皇帝去世 留有一兆传位于皇四子尹真 尹真正式登基 成了雍正皇帝 皇子和大臣们都没有想到 康熙皇帝从生病到驾崩 仅仅几天时间会如此之快 更没有想到雍正能登上皇位 于是雍正篡位的说法甚嚣尘上 很多人质疑康熙遗诏的真实性 当时有种传言 说雍正买通了亲信龙科多 让他在康熙弥留之际篡改了招数 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雍正到底是不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 雍正真是篡位当了皇帝吗 有意思的是 对于民间自己篡位的谣言 雍正不但没有回避 反而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做了解释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 康熙皇帝在南院打猎途中 觉得身体不舒服 回到畅春园 初九因病命皇四子应征 带自己到南郊行冬至祭天大礼 十三日病危急招应征 须客死于寝宫 雍正在雍正七年写的大义绝迷录中 是这样交代继位的 他说十三日康熙病危 招他前去 他还没到的路上 康熙就把八个很重要的人招到床前 哪八个呢 七位皇子 也就是雍正的七个兄弟 包括皇三子应旨 皇七子应右 皇八子应四 皇九子应堂 皇十子应俄 皇十二子应陶 皇十三子应祥 再加上一个大臣 当时的李帆院尚书 兼布军统领龙科多 其他的皇子 除了皇五子应祺 被派往东陵祭祀不在京之外 也都在寝宫外等候 康熙在病床上向八人宣布 皇四子人品贵重 身销镇宫 并能克成大统 拙继镇继皇帝位 等雍正赶到的时候 康熙已经驾崩了 他正痛不欲生 龙科多向他口述了康熙的遗诏 他才得知自己被定为地位继承人 当天的情况 他的所有兄弟和宫庆里面当差的人 都是亲眼所见的 我们看这不说得很清楚吗 这八个人一块作证 这还能有假吗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怀疑 雍正是篡位的呢 不过这八个兄弟啊 几乎都和雍正处得不好 除了十三爷应祥 雍正跟谁也不亲 黄八子应四 黄九子应堂 是他的死敌 康熙晚年的时候 八爷党很有势力 朝廷和民间都纷纷流传 八爷要继位 雍正非常恨他们 雍正四年都被雍正整死了 黄十子应额 也不是雍正一条线上的 雍正二年就被薛绝 关起来了 黄三子应指和雍正处得也不好 雍正八年也被薛绝 关起来了 再过两年就死了 黄十二子应桃 也一直被打尽 黄七子应幼 一直都胆小怕事 什么都不多说 黄十三子应祥 是雍正的铁杆 看看 七个黄子 除了应祥 基本都没好下场 死的死 关的关 没关的也被整得够呛 对 还有一个龙科多啊 龙科多 雍正五年也被治罪了 关起来了 第二年就死了 也就是说 雍正写这个大义绝迷录的时候 他说这八个人里边 三个死了 一个在坐牢 还有一个过了一年也坐牢了 两个被他整得够呛 什么都不敢说 只有一个印祥 是他自己的死党 那他说的这话 还靠不靠谱呢 康熙皇帝驾崩后 雍正即位 面对篡位流言 已经当上了皇帝的雍正 在自己写的书中回应了质疑 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还是真的内心坦荡 关于雍正篡位 还有说法认为 在康熙临终之时 雍正篡通龙科多 控制了京城守卫 以武力逼迫他的兄弟们 接受他继位的事实 那么雍正到底有没有武力夺位呢 从情理上讲 雍正说他继位 有八个人作证 光他自己一个人说 恐怕不行吧 那其他几个人都说 没说呢 爱心觉罗家的人 还不少爱写书 说来也巧 雍正提到的这八个人里边 这个八爷应四 有个儿子叫洪旺 也爱写书 他算是和雍正同时代的人 他也写了一本书 叫《黄清通治纲要》 记载康熙和雍正朝的很多历史 这个书里边 就没提八人同寿遗诏这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 为什么他不说呢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个问题 参与政治斗争的人 尤其是争夺皇位这种最高级别斗争的人 谁都有可能说谎 成功的人有可能说谎 失败的人同样可能说谎 失败的人如果试图抹黑对方 证明自己本来不应该失败 比起成功的人他更有可能说谎 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失败的人 就一味相信他们的话为真 已经有史学家指出来了 八爷的儿子洪旺写的这本《黄清通治纲要》 很多地方都和同时代的记载不一样 很不靠谱 雍正写《大义绝迷录》这部书 是为了回应民间的很多谣言 证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这本书当时是在全中国给小民百姓宣讲的 其实他本来可以不这样做 你皇帝都当了还证明什么劲啊 但他就是这样的个性 你们不都到处造谣吗 说我是篡位的吗 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我把谣言一条一条列出来 一条一条披驳 这种个性还是蛮可爱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如果自己很心虚 他不可能这样出来和人论战 我们从长情出发去想想 现在的法庭上会有人做伪证 如果要做伪证 一般都是找和自己关系好的人 不会去找和自己关系很差的人 如果一个人要编造谎言 有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死对头列为证人 把死对头列成证人 那不很容易就被戳穿吗 雍正说康熙宣布移民的时候 他的死对头兄弟们都在场 如果是编造谎言的话 手法是很拙劣的 他完全可以编造一些其他的人啊 比如那个大学士 当然是跟他关系还没有恶化的其他兄弟 为什么偏偏要把死对头老八老九都编进来呢 也许 这正好说明 他没有编造谎言 他们确实在场 雍正在《大义绝命录》中这样说了 福以镇兄弟之中 如阿其纳塞斯海等 久絮邪谋 西记处位 当之寿寿之际 一等若分清城皇考 附镇洪基之遗诏 安肯天无异语 俯首臣服于镇之前乎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的兄弟里边谁折腾最欢 想继承皇位啊 老八 老九五啊 他们如果不是亲口听到了 我父皇的遗命让我继位 以他们过去的尽头 他们怎么肯俯首贴耳 接受我做皇帝啊 这个话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一直到康熙临终以前 康熙都没有公开透露过 要让雍正继位 雍正在康熙的儿子里边 也不是声望最高 拥护最多的 他来继位很多人 是没有想到的 那八野党在朝廷里边 很有势力 如果当时没有充分的证据 能证明雍正是康熙 亲自指定的继承人 以老八过去折腾的镜头 他当场就会质疑 他不可能当时接受这个事实 这么解释合理吗 过去有些使者家 认为这不合理 认为雍正当时控制了 京城的武力 用武力逼迫他的兄弟们 接受了这个事实 因为雍正的阵营中 有一个关键人物 布军统领龙科多 雍正串通龙科多 在康熙临终时 控制了京城的守卫 龙科多宣布了康熙的遗诏 别人都没有见到 但他大兵在握 谁也不敢质疑 后来他继位之后 就把龙科多杀了 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那么这又是不是事实的真相 龙科多是康熙末年的重臣 他是康熙的皇后 童家氏的弟弟 那么龙科多 为什么和雍正是一个阵营的呢 雍正的生母出身不是很好 雍正小时候是由童家氏抚养的 所以和同家人的关系比较近 雍正一直叫龙科多舅舅 即位做了皇帝以后 还是这样称呼 已是和龙科多关系的亲近 那么龙科多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帮助雍正闯威呢 康熙晚年很器重龙科多 康熙五十年任命他做布京统领 掌握京师警卫 那这布京统领相当于什么官呢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北京警卫区司令 龙科多是不是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近年来旅日的历史学家杨启乔先生 做了详细研究 得出了一个结论 龙科多没有能力帮雍正武力篡位 为什么呢 因为清朝的武备官制是很复杂的 除了京城守卫 皇宫里还有护驾的军队 都是有专人负责的 如果雍正要趁康熙病危逼宫夺位 他首先需要摆平的是皇宫里护驾的军队 京城守卫是在皇宫之外驻防的 那都什么人负责护驾呢 护驾是由侍卫处 前锋营和护军营来负责的 部军统领 调动不了这些机构 康熙是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位六十一年 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 从史料记载来看 他临终的那次生病持续了几天 最初诊断是感冒 没有想到他会很快病危 当时天冷可能引发了并发症 所以他临终传位是事先没有心理准备的 也就是说 他的儿子们也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他会死 假如雍正真是武力夺位 他需要做非常复杂的工作 那就是紧急摆平护驾的侍卫 禁卫部队 全部听他调动 在康熙死的时候 逼迫兄弟们就范 接受他继位的事实 然后让龙科多封锁京城 最重要的 光天化日之下窜外夺权 这么多军人都参与 皇子大臣们也都被他胁迫 要做到封锁消息 不让人起疑 也是一件超高难度的事 这么复杂的一件工作 不是仅凭雍正和龙科多两个人的力量 在当时就能办到的 康熙驾崩 雍正继位在当时举国瞩目 除了正史记载 还有一些记录留存下来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证据 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呢 如果雍正是合法继位 当时举国上下 为什么会对雍正继位 产生种种谣言和争议呢 西北大学法学院科兰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铁腕雍正 第一集 继位 一人 回到常识来讲 雍正同时代的人 虽然没有留下八人同寿一兆的记录 但确实有不少人留下了雍正正式继位的记录 其中还有外国人 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 康熙49年来到中国 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 给康熙做宫廷画师 雍正继位后回国 他回国后写了回忆录 清廷13年 其中记述了康熙死时的情形 1722年12月20日 在所住的同国旧的房子里吃完晚饭后 我正在和安吉诺神父聊天 当时我们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低沉的嘈杂声 鉴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 我马上把门锁上 对同伴说 要么是皇帝死了 再要么就是北京爆发了叛乱 为了摸清这次骚动的原因 我爬到我们居处的墙头上瞭望 墙脚下有一条马路环绕 我吃惊的看到 数不清的骑兵 相互之间谁也不说话 驾着马疯狂的往四面八方去 几次看过他们的行动后 我终于听到一些步行的人说 康熙皇帝死了 我随后就被告知 御医们断定皇帝不治后 陛下指定了四子雍正为继承人 雍正既克即位 人人都服从了他 马国贤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 他对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 他和政治斗争的各方 也都没有厉害关系 而且他回国去了 他关于康熙世事的见闻 应该是中立和真实可靠的 从他的技术来看 他不在康熙林中的现场 没有见到八人同寿遗诏 但是他当天就听到了雍正继位的正式消息 而且雍正继位后得到了大臣皇子们的认可 假如雍正是用武力篡位的 他不可能这么快得到继位的消息 至于雍正继位以后马上封锁京城九门 这在皇位更替时是正常的举动 因为要防范有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康熙末年政治斗争那么复杂 雍正继位就加以防范 再正常不过 除了马国贤的证明之外 史料记载 雍正的生母乌亚氏 在康熙61年12月 也说过康熙的遗命 轻命与子转成大统 实非梦想所欺 意思就是说 皇上让我的儿子继承皇位 实在是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 雍正因为小时候被送去给同家是抚养 和他的生母一直不亲近 所以在康熙遗命这件大事上 雍雅氏更不可能撒谎 他说的这话 也明显表达了 他不喜欢雍正 但是康熙就选他了 这应该是实话 可见当时康熙遗命雍正继位 是皇宫中的人都知道的事实 如果我们留意中国历史上 王朝的更替 很多朝代有过武力篡位的皇帝 但是他们都被记录下来了 因为这样复杂的一件事 是很难隐瞒天下人的 用武力篡位的人 不可能把参与篡位的所有知情人 都杀掉了面孔 因为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 除了高层人士 很多侍卫 普通士兵 宫廷里边的太监 宫女都要参与 篡位的人 自己都不见得能搞清楚 有多少人知情 假如康熙林中 真有这样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 雍正勾结龙科多 窃取了本不属于他的地位 历史不可能留不下来 任何确凿的记载 而雍正的政敌 在编造雍正篡位谣言的记载中 始终也没有提供有力证据 说明他到底篡了谁的位 民间流传一个说法 说康熙的遗诏本来是 床位十四子应真 雍正勾结龙科多 把遗诏改了 十字改成了鱼字 真字改成了真字 就变成了 床位于四子应真 这个说法 历史学家冯尔康先生 已经做了有力反驳 清代皇帝的诏书写 是有固定格式和用字的 提到皇子都会说 皇几子 如果遗诏真是要 床位给十四阿个 就会写 床位皇十四子 这是不可能动手脚的 而且 清朝皇帝诏书 都是用满汉两体文字书写的 那就更不可能乱改了 所以民间这个传说 纯属无稽之谈 这么来说 雍正皇帝真是合法继位 只是因为他继位以后 镇压了很多政敌 他被编造了太多关于他的谣言 雍正生母地位并不尊贵 最初他也表现并不出色 在大臣中声望 也不及他的几个兄弟 那为什么 康熙会选择他 做自己的继承人呢 康熙英明一世 到底他看中了雍正的什么才能 要让他来继承地位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公元1722年 康熙皇帝驾崩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 满年不愿再指定继承人的康熙皇帝 在弥留之际 会留下一兆 将皇位传给皇四子印针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康熙最终为什么选择了 看上去十分低调的老四继承皇位呢 铁腕雍正第二集 低调胜出 明日播出